好 我們順測要來解這一次夢魘集的雙層九袋的龍刻是這一顆 來試試看吧 骷髏用途 除了可以讓龍刻比較快跳起來跟 凍結敵人之外呢 還有第二個用途是他有減傷 當你帶水...泉水人的時候 我們骷髏就會有減傷的一個效果 好 第一關 這邊開始 先稍微的回個血量 不帶樹樹 不用吧 我覺得帶這個 在某些關卡會比較好解 好 回到了五萬多 所以這隊回復力完全OK啊 這邊就盡力的來轉 好 會不會有人玩順測 結果爆發全部轉3-3 那你還是不要玩順測好了 會害到自己 只會轉3-3的朋友 不太適合玩順測欸 又開始打了 奇怪 我怎麼說又呢 對 你好奇怪喔 我們明明就是第一次用這隊挑戰啊 這次怎麼沒有把成就打上去 因為我想說 那個 我想說 這次有地獄集跟夢魘集 就是成就太長了 所以就沒有打這樣子 還是大家想看 夢魘集的成就啊 特哥贏得了嗎 特哥絕對贏得了啊 特哥是什麼角色 超猛的 好不好 凍結 總共有錢 等一波 哇 糟糕 好像帶不走 有一點尷尬 特哥兩卡 兩卡不行啦 兩卡可以嗎 我都想是在回家路上還是在旁邊吃蛋糕 旁邊吃蛋糕 好 這個 開這個 欸 我隊友選到10滴10了欸 但是應該沒有太大的關係 直接打就好了 這樣傷害就非常夠了 接著來到第五關 消除等同的水珠以及木珠 這邊就直接消滑 如果說有那個 有水污的話 那個傷害應該就會比較夠一點了 嗯哼 好喔 可以喔 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好啦 但每次都更新 那我能這樣呢 可惡 夠啦 更新沒關係 慢慢打過去 好 中間的技能好像他會狂暴 所以先打中間的傢伙 好 蛋糕好吃嗎 我還沒有吃到蛋糕欸 嘿嘿嘿嘿 洗個技能 帶走他 這樣做那個 強化豬的攻擊 製造強化豬啦 什麼強化豬的攻擊 製造一下強化豬 好不好 很漂亮 那接著 來得到下一關 第七關 七關 這邊開個 苦啦 那比較好打 他也會變成水屬性 變水屬性 這就是我要的變水屬性 好 啊 結果沒死欸 真尷尬 考慮開個那個 孫策 他會過嗎 會過嗎 我也不知道 啊 有機會 好 過了 接下來 附加效果消除 cd6 我們先開生 拳 然後 水屋 直接 變過去了 好不好 超速魔神 超速魔神 我覺得可以過欸 我覺得這隻超速魔神好像有機會 超速魔神想超多的 然後晚安 晚安 睡覺的晚安 被人水強化之物 啊 絕對是易傷 好 來到第2 8關 直接轉 不囉嗦 好不好 就感覺到這邊 水屋可以先關起來了 我想要先回個血 然後火珠可以的話 先盡量留下來 休息可以帶回野機 休息可以帶回野機 回野機是控場的嗎 我好像有一點點小小的印象 在這邊也可以洗技能啦 對 剛好 欸 嗯 把它給帶走好了 火珠全部留下來 有沒有 下一關比較輕鬆一點 好 所以我覺得這隊 你只要 打過幾次 穩定的那個打法 就你已經 研究出來劇本的話 這隊其實 還好沒有說想像中那麼難 難解成就欸 還是可以 試著用那個 試消看看的 什麼好奇葩的隊 應該還好吧 這隊不會很奇葩嗎 感覺還可以啊 嗯嗯嗯好火珠夠了 現在把水屋給開下去 要打他了要打他了 嘿 差不多 差不多 來吧 王冠最怕 的是卡 三鼠出 三鼠 他要消 三鼠強化 可是如果說這個時候沒有 三鼠 的 盾牌的話 就是 旁邊上不能消三鼠的話 就有點尷尬了 我們這邊盡量留個那個 水 火跟木好了 好不好 火跟木先留下來 然後這個就這樣子開 火跟木 欸不對 如果火跟木留下來的話 也會冰凍 所以還是要全部消掉才行 所以這邊就是有點尷尬 你也不能消太少 像這時候就有點尷尬有沒有 不過沒關係 我們為了 就是這個時候有沒有 我們這時候開龍科 就是把版面綠綠之後 確定版面上可以消到三個屬性 再開龍科 還是不行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開這個 庫拉 先動他的一回合 然後把那個 雪珠先消掉好了 好不好 火珠先留下來啦 木珠這個時候有機會消得掉 怎麼辦 這邊 我要吃一顆石頭了嗎 好像要吃一顆耶 好像要吃一顆耶 我試試看 好像要吃一顆耶 沒辦法 對 怎麼辦 不小心吃一顆了 不過大家應該可以體諒吧 呵呵 他那個太尷尬了啦 他一直不可有天降木珠耶 你看到現在還是沒有木珠 不知道為什麼耶 這是搞我嗎 我已經消了好幾個回合了耶 到現在還沒有木珠是 什麼一回事 總算有了 有沒有 太機車了吧 我感覺 孫泉 那是孫泉嗎 孫泉可以換水珠角比較穩耶 至少在王關不會那麼尷尬 排擠 對啊 很扯耶 你看到現在才有四顆木珠 我消了好幾個回合耶 這真的是有點扯 不過這邊總算是可以過了 吃一顆石頭就當是送他的好了 呵呵 沒辦法 好 夠啦 沒問題 四消也可以過 只是 王關實在是有點尷尬 我盡力了 但是絕對是有機會臨時的 巴龍可以臨時 對巴龍這次 也可以臨時 孫策換特哥更好過 呵呵 有些人就沒有抽不到特哥啊 對不對 有些人只抽得到孫策啊 所以就是 如果說你要解雙成就的話 他還可以考慮用看這隊啦 他還可以考慮用看這隊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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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